在新竹這名男子上個月27號到營樓內呢 趁著老闆轉生時候 真的是幾秒鐘就偷了一件一條價值47萬的金鏈子 這個犯案過程根本不到兩秒鐘 等到業者一回頭 他又假裝拿手機 一瞬時把金項鏈放緊包包 前面投低到不能再低 偷了價值47萬的金項鏈後 投了六天終於被警方逮捕到案 他動作很快就在這邊 他就手就拿起來 就捏在手上 還是他背一個包包嘛 就順手就在那個包包裡面 27號晚間嫌犯走進這間營樓 說是要買項鍊當作阿公的禮物 沒想到趁老闆轉生不注意 就將桌上一條鏈子緊握手中 之後假裝要拿手機47萬的金項鏈 就順勢滑進包包裡 他當時是稱 變說他缺錢 沒有錢繳房租那部分 所以就起了這個歹念 身上的部分還有可能就是剩下的一些 張款還有兩千多塊 我們就按起跟他做一個查扣 47萬的金項鏈換取現金四萬兩千塊 最後花到只剩下兩千多元 竊賊行徑囂張 警民合作終於逮到嫌犯 也讓附近迎樓都鬆了一口氣 記者閻龍烈二報採訪報導